你好 超哥 其實我很喜歡那些男生 像你這樣 戴眼鏡 傻傻傻 夠可愛 我更喜歡男生 像你這樣 聲音這麼好聽 因為聽到你的聲音 這麼溫柔跟我說話 我馬上 多生氣你都生氣你不樂 還有你又喜歡玩玩具 頭肢眼光這麼獨到 但其實我不太懂的 不過我都很喜歡美平 如果有機會 你可以教我嗎 最好就是 只有你跟我兩個人 想教我 我等你約我 希望有機會 可以和你一起出去玩 今天跟大家講講這隻 GX75 帝王萬勒盒 這份 主體 抬左 還有 飛翼 還有劍 還有劍 還有一份 教你怎麼玩的說明書 這份 不是說明書 介紹 帝王萬勒盒 的 交通電動畫 時間關係 我已經把這隻 抬出來了 大家看到就是這樣 有人說是一隻SR放大版 我覺得都沒有說錯 它實在是一隻放大版 你問我哪隻值得買呢 千席鏈和這隻 千席鏈其實有很多問題 這兩天都在Facebook都會見到 有些人說 買了之後 那隻 右腳和右腳板 那些什麼 人不肯換之類的 千多塊 我覺得是 合金雲也是一隻 可以買的 這地方是電鍋 這裡可以撥起它 可以做一個 拔劍動作 看看合金部分 這個胸口部分 合金 大腿合金 腳掌合金 栽合金 就是這樣 我最不滿就是 這個小褲子是膠的 之前那些合金雲 這個小褲子都是金屬的 那它就偷工減料了 那另外這個底東西 大家很多玩家都很害怕 不見了拳頭手掌 配件 其實它是藏在台座裡面 所以大家不用怕 不用怕的 在這裡 那介紹一下配件 這架飛機 不可變的 不可變的 這個呢 就是 預設件 就可以插進去 就是這個 合體用的 插進頭上 那我覺得 就很不滿這個安排 那以前那些 GX-0R那些 那隻飛機 那隻朋友號 起碼都可以摺到 插進去 其實現在為何75 它是可以做不到這件事 我覺得 現在合金雲的技術 一定會做得到 對不對 那 一對這些 劍柄 劍柄 劍柄這裡 就是藏進去 肩膀這個位置 那這裡也是有些不滿的 我覺得它可以 我覺得它可以 可以 有個機關打開 它 放進去 而不是 整件東西 我看說明書 是整件東西 叫起它 才換這把劍柄 那是 有點無謂 那還有 這個就是 放在胸口的 劍柄配件 可以 拔劍出來 在這裡拔出來的效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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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 desarroll的 就是 黃色眼睛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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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después 之後 其實 呢 有 那 其實 這個古關節,之前有很多合金雲可以整個拉出來 這樣就可以做到更加屈,整個大腿位屈得更加好 還有給大家看看這隻,他的宿敵 暗黑大將軍 暗黑大將軍這隻是新世紀合金的 如果喜歡的又趕著玩的,可以找一下這隻 那最後,你問我,是否值得買 我覺得一千頭,入手,OK的 那你不心急就再等一等 我覺得可以二分鐘跌到一千元,真的不出劇 穩打穩擇,四平八穩的低黃萬能盒 就是這樣 各位觀眾大家好 四眼明就 今次介紹一件出名的hike 就是這個勇者王 葬絕合金出的勇者王 這件是出名hike的 怎樣hike的呢 如果大家沒有玩這類玩具經驗 有時候你就要去學會 記住一些產品 怎樣hike的 這盒勇者王的盒很漂亮 收回來 其實我知道的 因為江明佑士已經提了我 說這件會有斷件的 但這件很便宜的 便宜一點,試試進來 看看怎樣hike 開盒出來 開盒出來 你看到,咦 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我們看玩具的時候 有時候 例如你看看它 黑落的黑線 落得很差 好像自己砌模型 用線抹 畫線的畫得不乾淨 出界 粗有不一 但這隻最致命 其實就是斷腰的 斷腰法 現在大家見識一下 就是 一拿出來 斷腰的 這些設計失誤 其實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上下半身很重 很重手 這隻腳是很重的 是在地上的聲音 又不爛又不滑 又不滑 但是呢 它的腰部位置 就用一些這麼幼的膠 叫做波階的東西 就是 去到承接著的位置 老實說 這些情況 現代的玩具 很多時候 就不知為什麼 是容易玩爛 就是這個原因的 而且它上的油 質地很一般 有點黏黏的 就是收回來 有點黏黏的 所以在你們買玩具之前 就算你有些角色 你很喜歡也好 記住問一問 玩具專家 例如好像我們 真心教的教友 你要問一問他們 他們會知道 哪個牌子 哪個Figure 有什麼通病 希望各位 買玩具的時候 survey一下 如果不是 浪費錢之餘 就買徐仔 踏心口 就是這樣